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拜登总统今天与烟酒枪炮及暴力物管理局ATF的局长候选人德特尔巴赫 前往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 德特尔巴赫表示自己如果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成功当选 他将致力于维护法律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一届民主党参议员认为在近期美国接连发生德州小学水牛城超市 以及加州教会的枪击事件之后 认为有必要迅速确认新的ATF局长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迪克德斌 称赞德特尔巴赫是一个合格和有能力的候选人 他也强调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 参议院会安排关于枪支暴力的听证会 他说民主党人将致力于采取行动 但他也承认要获得共和党的选票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川普支持的提名人参议员大卫博度和国会议员乔迪海斯 在乔治亚州的共和党初选中 双双败给了现任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 和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 川普在此前向两位议员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 但目前来看此次的行动被外界称为一场政治灾难 由于在2020年大选时川普输掉了乔治亚州的选票 因此他一直对现任州长坎普表示不满 对于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来说 这是艰难的两年 该党不仅在2020年的总统竞选中输掉了选票 而且在2021年初失去了两个参议员席位 昨天在德州的小学枪击案发生后 前总统川普表示自己和包括德州州长亚佩在内的多名共和党人 不会改变形成 依旧会在周五举行的全国步枪协会的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 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因为美国此时此刻需要真正的解决方案和真正的领导力 而不是政客和党派之争 民主党人在最近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频发后 大肆批评了全国步枪协会 拜登总统也在昨晚的讲话中呼吁国会收紧枪支管制 步枪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韦恩·拉皮埃尔则在随后的一份声明中说 川普通过任命尊重和重视宪法的法官来履行他的承诺 这样做有助于确保几代美国人的自由 马凯特法学院在今天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 其中只有44%的人 对最高法院推翻堕胎令的草案表示支持 其中民主党选民的支持率更低 从两个月前的49%下滑到了26% 而对于最高法院的信心也在下降 从2020年的58%下降到了目前的49% 这也是这项民意调查从2017年以来首次出现 对最高法院信心低于50%的表现 今年早些时候索尼亚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曾表示 随着国人对最高法院的看法逐渐恶化 他和其他的大法官们都在考虑如何表现自己 以确保赢回公众的信心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